好,要找資料,我本來提供幾個網站的資料給各位 像剛才我們看到很多的古文字對不對 小孩子和人有趣,這邊是一個專門的古文字網站 那我在我的這個叫大綱上面都有 也有我的E-mail,如果各位還有什麼可以討論的話 再找我沒有關係 第五個是做老師的助手 我們家長要幫忙學校的老師 你不能全部都丟給老師,我想在台灣、在美國、在這裡都是一樣 你不能全部... 這是你的PPS 我不能全部塞給老師 最後我還是要提醒在座的各位 包括從投資會到行政人員 放輕鬆嘛 就是我們小孩子學母語 不嚴重,做起來很難 反而我們大家很緊張,這樣也不需要 要讓他很輕鬆來學習 這樣子 最後是台灣的資源 就是政府 像我最要求的就是政府 你政府應該提供很多的資源給我們 代表出今天提供這個資源給我們 很感謝 還有小小回家 我還問過 像上次我跟董事會提到說 台灣有很多這個浴官 他現在當兵 像我以前拿到博士學位去當兵 當兩年這樣子 我自己都覺得 好辛苦 那現在有很多他們 有學位的人 他們叫做替代義 替代義 那我知道有 比方說拍到日本去的 拍到東南亞去的 就是從事這個中文教學的 例如說像我們中文研究所 畢業的這些浴官 那國家派出去 這樣 好 也許如果我們需要的話 我們就去申請 就跟國王部來生 跟教育部來申請 對不對 好 來了之後做什麼 我們現在不是我們僑校有老師嗎 當我們的助手 像那次我們老師不是做指導 然後在那邊學台灣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有浴官 就有浴官 你做這樣 對不對 有這種機會 如果以前我有這種機會 把我送到維也納去 把我去當兵 然後去僑校服務 這樣 也是我們的本行 對不對 那當然這些細部 大家都可以 即時管理提供給我們僑校來採納 然後再來大學跟民間團體 我跟各位報告 大學很多民間團體的很多 其實都可以做出很多的協助 有任何專業的或者是說教育的 等等的問題的話 像台灣有很多的華語文系所 還有很多的中文系所 那其實都從事相關的一個 研究也好 或者是 養父學生也需要實習等等 這些都可以 最後有一個叫做 E-R-I-C 這是什麼單位呢 這不是什麼單位 Eric就是我啦 我叫Eric Ru這樣子 假設有需要的 這不是什麼大單位 這不是我的名字 你要需要我聯繫的 需要我去跑腿的 去問問國防部 在裡面獄官 我們需要有獄官來接援的 當助教的 之類的 要找資料的 或者要介紹朋友的 比方說 比方說 你想要學點中文 我在大學的教書 我有大學生 我還有碩士生 我還有博士生 這樣子 那我可以介紹他們 然後呢 就是打E-mail 或者什麼 你們現在很厲害的那種 然後有什麼中文的問題 就可以問他 那所以我可以 幫各位的子弟 來介紹 我這個 從博士生到大學生都有 他們一方面 做的朋友 一方面也由他們來 給他們一些的建議 比方說 這個中文 這個哪裡不懂 馬上就發E-mail 去問他 他們哪個不教你啊 告訴我 K他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 大學裡面 像我回去 雖然我暑假就要回去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需要 我能夠做的 隨時跟我聯繫 甚至我可以 我把他們 就我的學生 我的研究生也好 甚至我們西藏的人員 我們把他組織起來 做一個學術的資源團隊 這樣子 所以我知道 我們僑校經營 或者營運 有諸多的一個困難 這個行政人員最清楚 這樣 所以提出資源的請求 我相信一定會有著落 一定會有著落 不好意思 現在再用太多的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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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來這邊 我沒有像他那麼專業 但是我留心的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 這個演講會的由來 是現在目前那個 志工媽媽 在目前的橋校 在目前的橋校 本來要辦的 那我們大家也鼓掌一下 那個 賴靜仙小姐 本來要做這個 替我的小孩 她的小孩做的 她提供給大家做的 謝謝 這個就是這個的由來 因為我們後來不想麻煩 那個 不想麻煩 佛光山 藉由代表處 也極力的贊成 她總是答應之下 就由未來 未來的那個 橋校的董事會接下來 第二個是目前橋校的 那個 就是說 這個是 我們 未來的董事會 剛在 在很嚴謹的 討論之下 九月份 我們會 等董事長回來 我們會跟 目前橋校的 目前橋校的那個 教務組 造冊交接 完完 程程 做成 很正當的 交接典禮之後 交接完 然後九月份開始 由今後 董事會 來執行 主要 校務 教務 分開 所有財務 人事 都是公開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不是營利單位 那 經過的團隊理念 大家看到我報告上寫得很簡單 我跟大家講一句話 我很少在橋界露面 你們可能在很多社交的場合也能看到我 但是這一次我想 我是永自私 只看利益的人 我的小孩子 必須要有個好的 教育環境 我做了 我小孩子在這段時間 我可以做 我做 我小孩子走了 我不一定會繼續做下去 這點我會先聲明 但是 在我的四個大項裡面 有一個就是 和諧 團結 系統 傳承 等到系統建立之後 傳承下去 這是我們的目標 誰做不重要 然後今後的方針 就是我剛才講的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那四個主題就是 和諧、團結、系統、傳承 那對於小孩子 我們要求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請 盧教授來幫我們做這個 我們的四個大字就是 學以自用 今天我們要請大家來 就是讓你們大家 看看能不能跟我們一樣有共識 是為什麼他們要學 是為了我們的文化 還是為了他們的將來 對我來講 我很老實地講 我只是讓我小孩子 有一個更好的 他的競爭工具 這個競爭工具是什麼呢 就是中文 那對於小孩子 那四個字的 我們剛才講到內部的工作 這四個字 那個 的主題下 產生了三個 我希望各位家長回去也想一下 這三個字代表的是什麼 第一個 就是 建立自信心 第二個 加強表達能力 第三個 尋找歸屬感 你們可能會把這三個主題 想說 它跟學以自用有什麼用呢 沒有這三個主題之後 學永遠沒有辦法自用 我相信你們如果有辦法的話 回去跟你們小孩子聊一下 他們上 他們去上課的時候第一天 他們跟著 就算他拿著一本是奧地護照 但是 他跟人家在一起 就是有那麼點不一樣 也許他回來家裡 他不會告訴家長 可是我們的第二代 他們在身心上面 不一定百分之百 還是什麼 都還是有一點點的那麼缺陷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他們是雙女 所以他們在學習以人上 是有一定的障礙 我曾經陪我女兒 我現在很喜歡陪我女兒看片子 我去看台灣的片子 我發覺 就像剛才盧教授講的 他解釋東西一樣 我才發覺 他的中文 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好 嘗試著回家 陪你女兒 陪你孫女 看一次錄影帶 找一個他喜歡看的 共同一個興趣 你說你聽不懂的講 他講 因為他們很多次是從國語學 他們只知道你告訴他 這是好是壞 就好像小孩子 我們看電視的時候 這好人這拍人 就這樣做的 第三個為什麼要有歸屬感 當然每個人的環境不一樣 他們要認為他們本身很強 他們要知道他從哪來的 他的家庭 不管是他的家庭 哪著社會的人魂 都在後面支持他 他要知道他從台灣來 台灣是什麼樣子 像我女兒就會跟人家講 哎呦 澳地利 跟他們同學講說 你知道嗎 我肚子餓都沒有地方吃東西 我們台灣只要50公尺 就一個7-11 24小時 他們老婆說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他要回去拍 我女兒跟我們回去 最喜歡拍泡沫紅茶 珍珠奶茶 7-11 計程車 我們那邊坐計程車 不虧就好 不要走個五六百公尺 有時候還要坐公車去計程車站 去叫計程車 我們這個小黃 他也會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讓他們真的了解我們 那我希望就是說 當初成立這個董事會的時候 也許是需要喬謝的幫忙 但是我有一件重申的 就是說 一個社團 如果只靠募捐來過日子的話 這不是一個健全的社團 一個社團應該自立救濟 應該把他的責任做好 有足夠的學生 有良好的師資 不怕人家不來 如果是要用救濟的話 我講話可能比較難聽 你們大家可能會想到我 要講 用救濟的話 那就合不住了 要有他的價值在 那不一定 都請大家一定要捐錢 我希望大家跟我們一樣 出力 關心 如果我們做得好的話 配合我們 如果我們做不好的話 指責我們 那 我在等董事長回來之後 會寫一個報告 我也會報告可行性 不可行性 這是很簡單 那希望我們如果 好好做下去的 希望 能夠 在我們以後 董事長的指導之下 然後 大家能夠 好好的來關心 我們這個 未來橋下的董事會 我們在九月份之後 我們好好做 謝謝大家